- 字幕 funk,字幕icking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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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君 大家好,我是柴 我是蘇 我們今天要來試吃 上班族都很熟悉的 路易薩咖啡 上班族小汁煮的咖啡店 嗯 所以它裡面的蛋糕也都還蠻甜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看吧 這個起司蛋糕總共有四種口味 每一個口味都好像很特別 手上現在拿的這一個啊 就是桂花紫薯其實 它裡面是有那個薯耶 有薯 不是你啊 是那個番薯的薯 紫薯 我們就先從桂花紫薯開始 很少女的感覺 就是有點粉粉紫紫 然後又有花瓣 我想先試試看上面這個花 舌頭會不會被染色 一點點微微酸酸的 欸它沒有染色欸 沒有染色 所以它到底是什麼啊 它聞起來就是 起司的味道 就是轉了我要先吃了 在那邊 它這個起司蛋糕好綿喔 有桂花味或者是紫薯味嗎 紫薯味是沒有啦 反正全部都是起司 口感很細欸 對啊就是很細很綿啊 我在猜它是不是因為加了地瓜之後 所以它的起司就會變得 綿綿的 對啊 上面有那個葉子的感覺 就吃到渣渣 對啊會有渣渣的感覺 他現在把它噴出來欸 這桂花還是什麼 之類的東西 對啊你看好多葉子 那你以前上班的時候 到了下午三四點 都會去買點吃啊 抽屜打開之後 裡面就一大堆 就是存好的糧食在裡面啊 喔 我知道我以前有同事啊 他的所有櫃子裡面 全部都是零食餅乾欸 隨時你想要吃什麼啊 你就舉手發問 我問他說 欸你有沒有那個孔雀餅乾 他就打開 他說 你有沒有旺旺仙飛 或說你有沒有波卡 牙魚片之類的 波卡 他就打開就真的都有欸 所以他是在公司開砸貨店 他就是砸貨店 每一個公司裡面 一定都會有一個這樣子的同事 我覺得他有一點點就是媽媽的個性 就是怕小孩餓肚子 接著下一個 經典起司 經典起司上面這一層應該就是餅乾了吧 類似餅乾的東西 對啦就是那個 他把餅乾卻做在上面 欸 欸什麼 每一個都欸 不太一樣欸 欸我不會形容那個味道 是差在哪裡 會香香的味道 我知道是什麼啦 優酪乳啦 是優酪乳嗎 喔對對對 是優酪乳啦 他也比較偏酸 可以不要上面的餅乾欸 那個餅乾好像 我覺得也是渣 喔對 也不是吃了就是化掉那種 他也是渣 也不脆脆的 然後也不是就是 就是渣 咬完之後這個 對就會想要 又是那種會想要把他噴出來 噴出來 上班下午的時間 有時候也會有一些訪客 他們會帶東西來 給大家吃 我有遇過啊 那個業務啊 他大概三點多來 你知道他送什麼嗎 什麼啊 麵線 麵線 麵線這種 麵線的那個麵線 下午三點 下午三點 這是中餐吧 你想說飯晚一點再吃 他整個變成像果凍一樣 對 合在一起 當下要吃又覺得好飽吃不下 就是讓人覺得很為難 就是送那種會夾頭髮的就會覺得很臭 到底是想要成這樣 欸對我們剛剛都忘記叮咚叮咚 桂花紫薯起司 50元 我覺得還可以 不OK 不OK啦 炸很多 經典起司45元 中間 不行 為什麼不行 我覺得炸太多了 這個炸比剛才那個還多 但這個我給他中間是因為 他比剛剛那個便宜5塊錢 接下來就是 薄荷草莓起司 薄荷跟草莓 然後再加起司 那起司吃起來會涼涼的 很奇怪吧 喔這個炒味更重 可能是因為薄荷的關係吧 植物味最重的一個 他的後味有 好像是鮮渣的那種味道 什麼鮮渣 他是鮮 他是草莓吧 但是我覺得他吃起來很草本 對就是很草本感啊 草本花茶的味道啦 吃不太出薄荷但是花草味很重 你有沒有遇過那種 15.3你很認真在工作 旁邊就傳來一股很腦味的味道 然後汗你肚子的 聞到那個味道之後 你就整個人就 喔 那第一名當然是泡麵囉 啊你是泡麵喔 對啊 我不是泡麵 泡麵在辦公室裡面 真的太邪惡的一個東西 我的第一名 香雞排跟鹹酥雞 太扯了 真的假的 在辦公室裡面吃雞排 在辦公室裡面是 真的是很缺德耶 大家不要這樣 在辦公室下午時間 要拿這麼像的東西出來 其實蠻羞恥的 會嗎 我跟你講我下午吃的東西 原則啊 就盡量是第一個不能出聲音 第二個不能有味道 然後第三個要快 馬上就可以吃掉了 你知道嗎 我也覺得我總是很喜歡吃那種 脆脆的 下午的時候就會聽到 後面就會傳 烤烤烤烤烤的 中間 好難決定喔 中間好了 滿有創意的啦 就是炒的草本味這樣 野莓紐約其實 欸這一個是我覺得最漂亮 它的顏色真的太漂亮了 是一個紫色到粉紅色的漸層 藍莓果醬那一層啊 很厚耶 對啊 感覺好像很厚 應該有一公分喔 好大一顆藍莓喔 欸真的耶 它上面是扎扎實實的整顆藍莓果粒耶 我本來以為它是果醬 但其實它比較像果凍耶 對啊 不是整顆藍莓 它就是果凍 喔藍莓好酸喔 就是酸嗎 還好吧 我知道一顆好酸 小顆的 大顆的藍莓是甜的 那我剛剛吃到一顆很小顆的很酸 野莓紐約請吃55元 最後這一個是 慢熟乳酪 為什麼叫慢熟 它比較害羞 慢熟 不然呢 慢熱啊 慢熟型的啊 像我就是啊 這個慢熟應該是指說 是低溫烘焙的意思吧 喔 它的特色就是奶味 牛奶 奶味很重是不是 是不是一個奶味很重 喔真的耶 很像冰淇淋的味道 喔對對對對 香草冰淇淋的味道 而且它好綿 就是它比剛剛那個紫薯還要再更軟更綿密一點耶 你放進嘴巴裡 它就在你嘴巴裡面化開 然後那個香草冰淇淋的味道就在你嘴巴散開 這個很好吃 而且它完全沒有 起司或乳酪那種酸酸的口 對完全沒有 慢熟乳酪75塊 今天試吃裡面 我覺得最好吃 對啊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五款 Ruisa咖啡蛋糕試吃 很推薦給上班族 大家在下午茶的時間 還會吃什麼奇怪的東西呢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今天蛋糕吃就到這邊喔 稍微看吃我們 下次見 掰掰